很多種說法就是說人類文明其實會滅絕很多次 然後不管大洪水或什麼 就有沒有可能那些記載可能是 大家好我是說出來 今天呢我們要來講 鳳凰 其實我們知道的鳳凰 知道鳳凰可能是西方的也有 東方的也有 那你們自己有聽過 像是鳳凰有哪些 菲尼克斯 英文名字 菲尼克斯 菲尼克斯 就是小丑的那個 是嗎 對是這個意思啦 是這個東西嗎 他的英文的姓是這個姓沒錯啦 我第一個想到鳳凰會想到哈利波特 對鳳凰會的秘密 那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記載 那在中國的山海經裡面其實也有記載到這個生物 那他是在住在山穴山上 他說鳳凰是白鳥之王 他長得像是普通的雞 他的臉 他的臉長得像是普通的 不是 他的他的樣子而已 他很大隻 長得像雞 對 然後他的脖子 像燕子脖子 他的背 會有烏龜的花紋 尾巴是像魚的尾巴 所以他其實有各種不同的顏色在他身上 所以他身上有 很多七彩的顏色 那在古羅馬有一個叫做 歐維德他寫的一個叫做變形記 變形記裡面記載的是說 他是一隻 住在 住在松鋁樹的鳥 然後他喜歡 吃的不是花草果實 他喜歡吃的是一個叫做 乳香 的香料 那在古羅馬或者是古埃及他們的祭司 他們在祭典的時候其實都會用乳香這個香料 那這個香料是非常香香的味道 然後他會充滿整個祭壇裡面 所以這個鳥是跟祭司有關的嗎 只是剛好他喜歡吃 但是 也因為這樣子延伸出來就是說他比較神話一點 因為他可能是在這個味道出現的時候他會特別出現 鳳凰他們會在他們壽命是500年 那當他們死掉之後呢 他會化成一團火 然後之後就會生下一顆蛋 對然後又重新的孵化出來 然後一樣壽命就是500年 所以他會一直重複重複的重生 你們知道其實有一種動物 他其實也在 他的生活模式也是這樣子 現實中的動物 他是 一種水母 就是海越水母 他的生存模式是 他會一直長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然後他會越來越老 之後他會死掉 那他死掉之後他會重生成 他的幼子 又重新長大 他其實就跟鳳凰超級像 所以其實鳳凰搞不好 他是 真的生物 然後他的生活模式 他就是會長到老之後 然後又變回一顆蛋 又重新再長出來 因為在生物鏈中他不是唯一的生物會這樣子生存的 沒有錯沒有錯 像埃及呢像太陽鳥太陽神 他都是 象徵成 鳳凰的意思 他有可能是 真的 存在的生物 他在不明的原因被 滅絕了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 生物進化之後 他們這種生活 生存方式 不適合現在的生活 但也有可能是 可能是人類開始了解到說 這個生物他可以重生 然後就開始去 去獵殺他們 因為他們想說 就像 中國常常會講說 吃哪裡補哪裡 吃腎不腎 吃肝不肝 那我是不是 吃了一隻會復活的鳥 我可以 復活 長生不老藥 對長生不老藥 這種概念 然後就開始 這些鳥就被慢慢滅絕 然後就 再也沒有了 那後來就可能變成是 傳說說 有這種鳥 那他喜歡吃什麼 喜歡做什麼 他的生活方式是怎樣 住在哪裡 然後被流傳下來 然後慢慢變成神話 我自己覺得 還有可能是就是說 他的皮毛 是很有利用價值的 因為他 一想到 就會想到是 火焰 在身上 然後就會覺得說 這個 皮毛可以 對 可以防火 然後可以拿來 拿去賣 拿去交易 然後可以賣更好的價錢 之類的 那 你們可以想想看就是說 覺得 有什麼可能 因為我覺得 可能在500年後 搞不好 像北極熊這種生物 他也會消失 死光了 對 然後他消失之後呢 他就變成像是傳說 一樣的生物 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雖然知道恐龍 我們知道恐龍 在以前 生存過 可是他有一點點 被我們去 擬太神話 搞不好恐龍不是真的那個樣子 他搞不好長的是毛茸茸的 有科學家指出說 恐龍有可能其實 不是像 我們看侏羅記這樣子 他其實全身都是羽毛的 對 然後也有可能是 他長的是全身粉紅色的 然後長得超級可愛 然後我們 如果恐龍有羽毛的話 說不定 那個鳳凰的形象會跟恐龍比較像 就是 對對對 有可能 搞不好是一龍退化下來 變成了東西 這麼大隻 然後看起來又有點像 爬蟲類 比較像你剛剛提到什麼 烏龜的 其實我們有一個動物 在動物園裡面 很常出現 然後他長得很像我剛剛說的 鳳凰 那就是 但是以前人可能他們看到彩色的東西 然後他又一隻鳥 他很大一隻 其實恐龍蠻大隻的 他開屏之後 然後他就會覺得是 某種神獸 還是某種怪物 在天上飛 恐龍是會飛的 對 然後他在反光下來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 有火在身上 他在發光 對對 他又在天上 他就會覺得是某種神獸 就像我們之前有講過 過山海經的 像是 蝗蟲 然後人家以為他是一種怪物 他來了之後就會造成 旱災 但 但不是 那後來知道說他不是 那有可能這樣子記錄下來說 他有可能是 孔雀 所以像是 剛剛有說到的是 鳳凰這個生物的話 搞不好他是 以前很流行的一種生物 然後只是慢慢消失了 或者是他是 可能在 某個人有記載過 出現的故事 或者是 我們 以前 叫他鳳凰 那你這樣子 你們這樣子聽完的話 對鳳凰有什麼 想法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神話生物 像山海經 是很老的 書 裡面那些東西 到底 就是 裡面比鳳凰更誇張的生物都有 都有 對是 所以 到底那些東西是 想像出來的 或者是說 可能古人他 沒有那麼多常識 所以他 看到一個東西 他直接誇張的形容 我覺得都有 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的有這些生物 到現在是 不同的叫法 因為像我們之前有做過一期是 山海經的 十大 順便有連結 對 那 有興趣可以去看 然後但是其實 有一些生物可能會 什麼 四大凶獸 這個可能就比較誇張 就可能是 想像出來 可能是想像 形容出來 他們記下來就是 一傳四 十傳百 就變得很奇怪 可是有一些生物像 匪夷就是 蝗蟲 這可能就真的是 真的存在 但是可能就是 一種現象 然後他把它 化成了 某一種 動 有可能 就是把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一種象徵 但是那種東西在 歷史傳下來之後 大家可能 知識上比較 開發之後 他就不會再用神話角度去看那個生物 他可能就變成 記載成一個 真實 就像 事實 搞不好以前 以前我們看到龍捲蜂 會覺得他是生物 會覺得是某種大怪獸 衝過來 一直在那邊 轉轉轉 然後 就幫他取一個名字 然後他 他從哪裡來 從哪裡消失 這種 這種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像是 山海經裡面記載 山海經有點像是 百科全書 他就是記載東西 他就會說這個東西的生物名稱 然後他習性大概是在做什麼 這種感覺 那 其實 不止 山海經 我們其實到現在 信 現在 現代 現代我們其實也很常做這樣的事情 你看我們的卡通 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你知道的 我們都一直在創造出各種不同的 神奇寶貝 對 數碼寶貝 都在創造出各種不同的怪物 搞不好他也是 就是人類的這種習性永遠都不會改的感覺 就是我們說故事 我們會想像怪物 存在 1000年以後後面的人在看說 噢 以前 什麼水漸龜 有烏龜會噴水 有可能 然後以後會覺得說什麼 數碼寶貝 他們可以進到 進到電腦裡面 以前人可以進到電腦裡面很厲害之類的 所以結論是不要太認真 看古人寫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搞不好他們 他們沒有像我們那麼不認真的在做 我覺得可以看啦 就是 自己要有認知說 什麼東西是有可能的 什麼東西是 相對來說 可能性 因為像是 其實我們說水漸龜 或者像是噴火龍 Pikachu 妙花種子 他其實他都有他的動物 本來的形態 去 衍生出來的 那 山海精的話 也有可能用這個概念 或者是以前的 像是剛剛說到變形記 也有可能用這個概念去記載他們的 看到的東西 那可能給他一些神話神力 上去 有沒有可能還有一種是說 因為 不是之前 很多種說法就是說 人類文明其實會滅絕很多次 對 然後 不管大洪水或什麼 就有沒有可能那些記載 可能是 上一個 前一個地球文明曾經存在的 然後呢 但是呢 因為傳到我們這一代下來的資訊 非常有限 或者是 我們知道怎麼被扭曲了 所以我們就會 設想那個東西 神話 其實 很有威力的 我覺得其實這個就可以想到說 恐龍 我們在還沒有挖出恐龍之前 就其實知道龍這種生物 在西方他們的龍可能就是 他們會站立然後有兩個大翅膀 那在東方的龍 其實也是龍 然後他們長的其實也蠻像的 但是東方龍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他沒有翅膀 他長條形的 可能像是日本或是 北歐啊 之類的神話裡面 搞不好其實有他們的類似龍的生物 那我們下期的話再找機會 找機會再來做這個東西 好 那 今天就到這裡喔 拜拜 記得訂閱